港台宏吉一时的性感艳星叶玉清 吸引超过20年 身材就保持得很好 最近在网络晒出了家庭生活照 意外曝光 她在美国的豪宅 内部装潢奢华气派 富裕的生活献煞众人 叶玉清19岁 以牙姐第三名出道 90年代初一连拍了三部艳琴片 后来以电影天台的月光 提名金像奖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成功转型成为演技派的女星 却在1996年 当鸿石 闪驾美国华裔富商胡兆明 淡出演艺圈 戴着墨镜穿着比基尼 还记得她吗 好久不见的性感女神 叶玉清 我得不到你的爱情 像春花没有与你 没验度一点都不减 叶玉清淡出演艺圈20年 看不出已经50岁了 还是三个孩子的妈 和17岁的女儿站在一起 就像姐妹一样 大家对叶玉清的印象就觉得 好漂亮 大大的眼睛 那个皮肤吹残可破 身材是那种非常非常魔鬼的 也就是说胸部很漂亮 然后腰非常非常的细 1985年亚洲小姐香港区竞选 桂骨是11号叶玉清小姐 1985年叶玉清19岁 以亚洲小姐第三名之姿进入演艺圈 看着我们 做什么 不扣理了 一剧接一剧 不是因为是红 只不过一定要这样做节目 好像一个酒店一路 般开到一些公园 一路开到一些剧集 大概差不多有四年多的时间 他其实是… 可以说是蛮被埋没的 因為就是演那種很一般的戲 然後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突破跟突出 後來有朋友跟他講 就說那你要不要嘗試看看 因為那時候香港 差不多快要到1990、1991的時候 香港就流行了所謂的宴情片 結果真的有人問 你要拍電影嗎 好啊 我就是想拍電影 但是你要脫衣服 快點脫衣服 不要你們脫衣服 脫衣服 我們可以說一下 沒讀 演出越來越大膽 1991年以他名字為片名的 一連串宴情片開出票房夾擊 葉玉清成了港台男性 心目中的女神 順勢發專輯 我記得我那時候 大概你要每日一清 就是我那時候跑電影的時候 我每天都要發一篇 葉玉清的新聞 都是以他的照片為主照 還有充足師 我拿到地上 我去看 就知道了 因為金碎 這個厲害 做得很 پ敲策 我不能跟他不理解 客人 我不能跟他不理解 我看他不理解 是不是 我打算 譬如說 簡直是露染的娛樂圈 簡直是不少娛樂圈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葉玉清就是一個艷辛 從此就被封上一個 艷辛的一個字號 可是成名之後女星 就希望把衣服一件件穿回去 所以當三題片開始沒落的時候 葉玉清也開始想要 往演技派的方向前進 媽咪就沒有 公公啊 舅舅啊 你爸爸 都不要媽咪了 送給媽咪 什麼 福西姐卡片 福西姐卡片 1993年葉玉清在天台的月光 飾演糊塗又天真的單親媽媽 和梁家輝有對手戲 這時她已經準備 把衣服一件件穿回來 不要說是朋友了 就是自己的弟弟妹妹 也是有事找你才來找你 包得緊緊的那種 像紅玫瑰白玫瑰裡面 是穿旗袍的 大家都發現說原來她穿旗袍 也這麼典雅這麼漂亮 展露演技葉玉清 因此得到金像獎金馬獎 影后提名 雖然沒有得獎 但成功擺脫 葉辛稱號 我不可以說很成功 但是不需要一直去做這件事 其實說真的 如果我一直去做這件事 人家都不看了 很悶的 如果只是摸心看一次就夠了 看完了,怎麼好看呢 沒事吧 小心 其實她已經在想到她後面 她可能要選擇她的家庭 她的婚姻 想要她的小孩 我自己當時唯一的計劃 第一次唯一雙人計劃 我想30歲之前可以 不再做這個娛樂圈 可以結婚 做一個正常人 因為一次在美國登台 作秀的機會 葉玉清認識了擁有多家超市 日漢房地產的華裔富商胡兆明 但吸引她的是胡兆明孝順的個性 我其實去登台 她說好,我來捧你牆 然後她不能來,她就找我 我說我過冬一定要回家吃飯 我又很驚訝 我說原來這個人這麼好笑 這麼… 這麼有趣 家庭觀念這麼重 已經這麼大了 還答應了媽媽的事,一定要做 我覺得我又有好感 1996年兩人在美國登記結婚 葉玉清閃燕,退出演藝圈 所以那時候 胡兆明其實生意做得非常好 非常有錢 還有兩架私人飛機 當然是出入各方面 名車什麼這些不說 所以葉玉清嫁過去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羨慕 就覺得說 葉玉清嫁了一個 真的所謂的豪門 也是豪門 就像童話故事般 王子公主 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而且還非常過處 他們住的紐約長島 Long Island 在美國不得了 因為那都是 豪野人的度假生地 裡面每一個都是豪宅 2017年葉玉清 接受香港媒體專訪時 首度庫光自家豪宅 猶如五星級飯店 站地有12畝 那個觀念是怎麼樣 就是很大很大 你沒辦法想像的 然後大概有11個以上的房間 他們家有4個以上的傭人 每個小孩都有單獨的傭人在照顧 當然又有什麼游泳池 豪門的程度讓人看了傻眼又羨慕 不過葉玉清坦言 剛結婚時壓力很大 初初去的時候第一年真的很難過 我很難過 或者我都令到他們很難過 因為會有人突然去拿餅帶 三級片的帶 我拍了三十部電影 三級片有三部 在十分一的裡面 他們就是拿三級片給他們看 她母親是非常非常震驚的 她覺得說怎麼 因為就一個很保守傳統的華人家庭 那準婆婆其實是非常非常反對 她甚至於私下有約她出來講說 那我希望你不要嫁給我兒子 我絕對會反對 如果我是她 所以我絕對能夠量解 體諒 了解為什麼她會反對 但是最後都過了那個4K 因為我老公的堅持 葉玉清成了嫌內住 也是老公事業的好幫手 2004年兩人投資房地產 蓋了一棟19層的商住大樓 還用女兒的名字 維多利亞命名 葉玉清親自帶看 成了超級銷售員 由手邊這邊全部是兩個房的單位 就是ABC的三個單位是兩個房而已 這邊就是… 這個是商人… 這個比較大一點的 這個一樣有一個工作層 這裡有一個屬於套房 就有一個洗手間 他們大概是就是說有一億美金的 進帳光是那棟樓 那你再加上所謂的 他的這些百貨零售 甚至於他後來他們還有 超級市場的那一塊 所以整個來講 然後他們又有銀行 他們還投資一個銀行 所以他們等於是滿大的一個投資 胡照明生意越做越大 香港媒體保守估計 身家至少80億港幣 大約300億台幣 他們的財力是這麼樣的雄厚 他們可以搭著私人飛機 到全世界各地這樣去 去到處玩到處走到處看 這種生活其實真的是 讓人家非常非常的羨慕 從艷辛到超市大亨的閒內住 葉玉清被香港譽為影視傳奇 在現實生活中依舊發熱發光